第1363章 小雅消息 当收到这个乾隆榜的消息的时候 叶希文第一反应不是看乾隆榜上的排名 而是看白小生 对于许多人来说白小生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组织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白小生是干什么的 只知道这是一个新进冒出来的情报组织 但是对于叶希文来说 这白小生却不是什么新朋友了 而是一个老朋友了 以前在真武界的时候 就和白小生打过交道 所以叶希文才很奇怪 白小生怎么会突然从真武界给发展到了荒谷大陆了 而且造成那么大的声势 这绝非是一个小势力能够做得到的 甚至可以说 就算是叶佳这么庞大的根深蒂固的一个势力 也做不到像白小生这样子 难道在真武界之中的白小生 只是一个下属的分舵不成 在真武界什么时候出现的白小生已经没人知道了 只知道很久很久以前 白小生就已经遍布真武界各地茶楼 酒楼 这些说书人统一来自一个叫做白小生的组织 他们有着全世界最完善的情报组织 可以说只要付得出钱几乎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哪怕这些说书人手无腹肌之力 但是也没人敢小看他们或者欺负他们 不然还不用想来自白小生组织本身的报复 就那些历年来欠下白小生人情的强者 就已经足以泯灭一个势力于无形了 白小生的恐怖可想而知 白小生的来历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凡是知道的 越是了解就越是心惊 对于他们就越不敢出格 对于这个白小生 叶西文也是非常有兴趣 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是如何保持运转的 不过也仅仅是有兴趣而已 至今为止 没有人知道白小生到底在真武界发展了多少线人 甚至于许多人都说 白小生光是和别人交换情报 就足以维持情报网的顺畅运作 白小生的传说很多 不过他们从来不参合到真武界各地的纠纷之中 只是负责出卖情报 只要有人出足够的代价 要什么样的情报 他们都能弄得到 那时候叶西文在真武界之中 也曾经执掌过一段时间的真武学府的大权 里面也有关于白小生的记载 但是按照真武学府的记载 这个白小生出现的无声无息 早在真武学府当年还统治真武界的时候 白小生就已经出现了 后来慢慢的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情报组织 只不过呢 都是在真武界之中 在荒谷大陆来说 真武界呢 根本就是偏远的乡下地区 根本没有任何的价值 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和荒谷大陆已经隔绝了很多万年的小世界 而即便白小生在真武界之中手眼通天 在荒谷大陆来说也是不值一提的 还是说 真武界之中的白小生也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分舵 因为叶西文在其他世界之中也见过白小生的身影 但是即便如此 白小生突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依旧让叶西文很是意外 也有些不解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白小生用这三份榜单生生打开了知名度 也在很多人的心里落下了烙印 让很多人觉得白小生的情报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而相比起其他人来说 早在真武界就和白小生有过接触的叶西文 自然相信白小生的权威性 在真武界之中 白小生手眼通天 拥有许多情报来源 就算是真武学府都不知道的消息 白小生可能都知道 在荒谷大陆只怕也差不了 不然以白小生的形式风格 绝对不至于如此高调 这一份榜单即便不能百分百相信 也起码可以相信一半 至于另外一半 叶西文甚至怀疑 这根本就是白小生故意留下来的问题 如果这一份榜单毫无问题 这两百人就是现在最强的两百人的话 那又怎么能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呢 到时候恐怕很多人连质问一下的心情都没有了吧 到那个时候 谁还在乎他一个白小生 毕竟在荒谷大陆之中 虽然没有像真武界之中这样 有白小生这种情报组织 但是要说起情报组织可是有很多的 而且各大势力都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甚至各大势力的情报组织 自己也在做着情报的买卖 只是没有一个像白小生这般有权威的罢了 但是不代表他们的情报组织不行 但是这么一搞 所有人都会关注到白小生 一下子打响了名头 反正按照他们的说法 这也只是试作版本 欢迎各大年轻高手前来指教 他们的姿态放得这么低 自然不怕人说 想过了白小生的事情 叶熙文才开始看起了榜单 这一份榜单上倒是有一些名字 成了众人热议的话题 位列榜首的是一个名叫法无双的人 今年不过是一百多岁 而修为按照乾隆榜上的描述 已经破入天人境 在右生代的高手之中 名列第一 据说是一个隐世门派的弟子 关于这个门派的来历 白小生在这方面 却是含糊其词了起来 只说是一个强大的门派 至于什么来历 却是不肯再多说 显然白小生也是 身安为人处世之道 曝出法无双 已经会惹得很多人不快了 如果再曝出他背后的门派 恐怕要引来这个门派的报复的 虽然白小生未必惧怕 但是也没必要 非要把人家惹急了 而排名第二的 则是一尊妖族高手 妖族又生在顶尖高手 名叫叶无敌 此人跟脚来历神秘 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什么来头 但是敢叫无敌 就足以见得他 确实有几分实力 而在妖族年轻一辈之中 确实还未逢敌手 从出道开始就一路 杀出赫赫威名 这个名字 在妖族那边明动一方 而在人族这边 关于他的传闻很少 而按照白小生标注的注脚 这也是一尊已经跨入了天人境的强大人物 而排名第三的高手则是海族的一尊无上人物 海地 据说是海族一个神秘族群的初始弟子 初始以来 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只有一个外号 海地 于是久而久之 这也就成了他的专属称呼了 也是已经跨入了天人境的高手 而接下去的前十名 全部都是天人境的高手 而真正让叶西文有些意外的是 排名第八的那个名字 让叶西文顿时眼前一亮 丽雅 这个名字 立刻让叶西文想到了 先她一步来到了荒谷大陆的 丽丰丽雅妇女俩 虽然不敢百分百确定 但是当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叶西文还是立刻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自从叶西文来到了荒谷大陆之后 也尝试着寻找过丽丰丽雅妇女俩 但是一直都是有无音讯 连叶西文自己本身在叶家都算不上是高层 又怎么能够发动力量去找到这俩妇女俩呢 但是没想到 居然在这乾隆榜上看到了小雅的名字 虽然白小生的乾隆榜上 对于丽雅的来历有一点含糊其词 但是叶西文还是很快就判断出来了 这应该就是小雅了 不过她很快有点不好意思了 连小雅这个曾经跟在她身边的小姑娘 现在修为都已经跨入了天人境 而她自己却还在法相境九重天徘徊 这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小雅天资绝艳可谓是叶西文平生之谨鉴 就算是相比叶西文 虽然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资质 但是想来大敌也不过如此罢了 也不知道现在那个小丫头长大了没有 不会还是那一副小小的模样吧 总也该长大了一些吧 看到这里 叶西文才对这个乾隆榜感兴趣了起来 否则的话 她对这个榜单根本就不会提起一丝一毫的兴趣 而这一个乾隆榜两百个名字之中 属于叶家的有两个 叶虚空 叶千千两个人 其中叶虚空位列正式榜单第九十八名 上面关于叶虚空的评价是 神之子 被发觉时间尚短 但是已经展现出惊人的修行天赋 假以时日 绝对是纵横荒谷的风云人物 就算是排行五十的人物 也很少有人能备有这么高的评价 现在仅仅只是排到第九十八名 大敌也是因为被发觉培养的时间太短 否则的话 应该足以合钱二十的人物一争长短 甚至更强也不一定 虽然看起来排名不是很高 但是想想整个荒谷大陆 多少强横的高手 又升在高手一亿万 能够位列这两百人之一 就已经是属于强大的高手之中的高手 没能上榜的高手的数量 绝对是这个的几十倍 这还是仅仅算上半部天人境 后期巅峰的高手的 还不算上更低一些的高手 这两百个人每一个名字都在一瞬间鸣动荒谷 而叶虚空也因此引来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他神之子的身份 原本叶家还打算隐瞒他身为神之子的身份 起码在短时间内不要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等他跨入了天人境 有了自保之力之后 那样的话就算有一些人暗地里下手 也只能是磨练叶虚空 却不想现在被白小生给爆出来了